邪魔虎卿群与魔魂大白鲨群的战斗 此时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 凭借着幽冥白虎的恐怖实力 只不过一会儿的功夫 死在戴木白和朱楚卿手下的邪魔虎卿数量 就超过了三十 马洪骏的收获也有十三只 就算是奥斯卡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宁荣荣从容地站在一条未参战的魔魂大白鲨背后 不断将一道道增幅能量注入小白体内 就在这时 突然间一股特殊的能量波动 从战斗的中心释放而出 原本渐渐压制了邪魔虎卿王的小白 突然被一股巨力弹了出来 不好 他要自爆 快阻止他 谁也没想到 到了最后关头 邪魔虎卿王居然如此暴力 要以将自己彻底从这个世界抹杀为代价 与魔魂大白鲨和史莱克七怪 同归于尽 邪魔虎卿王歇斯底里的怒吼着 身体开始急速膨胀 显然 他是在点燃体内全部的能量 想到自爆 没那么容易 小白没办法攻破的无形屏障 唐三自然不会认为自己能够攻破 他做的事情很简单 打开玉瓶将其中的两色泉水倒了出来 刺耳的爆鸣之声从邪魔虎卿王上方十米处响起 浓郁的白色护气生腾而起 原本无形的护罩变成了实体 只不过剩余的只有凝结成寒冰的一把 而另一把悄无声息的化掉了 一代海中霸主 十万年魂兽邪魔虎卿王 就这么死在了冰火两一眼出产的两大神权之下